《1001夜热巴邓轮上演最甜CP,包开宝田,甜过夏天的西瓜》 《1001夜热巴邓轮上演最甜CP,包开宝田,甜过夏天的西瓜》 要问2018年暑假最甜的偶像剧是哪一部,非《1001夜》莫属了?热巴饰演的活力少女007遇上邓轮饰演的冰山总裁白海,一露撒糖甜的老阿姨的少女心到炸了 这么说吧,这是邓轮回忆热巴表白时的甜蜜笑脸 没心翻看的时候,老阿姨想起剧中有些剧情也是这样的 以母笑,甜思思 起初两人的相遇,是所有少女曾经幻想过的偶遇白马王子场景 007因为失恋蹲在路边痛哭,正在最伤心的时候 一个西装革履,冰冰有你的男子走到他面前,把手上的鲜花送给了他 自那以后,007就在也没有忘记过白海,少女7的盗追之路就此开启 007又多执着呢? 他为了能接近白海,决定考进他的花艺公司,都考成了丁字户 因为频繁出现在考试现场,也是因为热巴太美 007给情敌盯上了还暗暗掐断了他进公司的机会 但他一直目有放弃,后来还去现救国,不能和男神一起当花艺师,那就去当个销售也OK吗?至少在一个公司里了 也许是上天都感受到了007虔诚的努力,天降一个神奇的机会到他头上 一家科技公司的好梦手环技术故障,007拥有了进入白海梦境的能力 从此,少女7就开启了眉修眉扫的声扑 无论是在哪个梦境里,无论两人是什么造型,007纵使第一时间扑倒男神 真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视剧,男女主角各种造型组CP,满足CP分的所有幻想 梦境里有假糖,现实里,两人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误会解开之后 007重启到追计划,白海这个母胎solo的冰山男也难得的有了一点反应哦 有人说,有的人天生就会谈恋爱,估计白海就是这样的选手 这个心机boy,居然来了一场假醉真聊,看得人脸红心跳 估计这个时候的007,心跳至少160 你以为这就是白总裁的全部花招了? 某!他假装一头醉倒,骗得007照顾他,还对着沙发上的他表白,他当然听 到了,心机呀心机,作为一个男生,居然不主动表白,一路骗妹子开口 这样的事儿,他可不止干过一次 知道007可以进入他梦里后,他还假装生气,让少女气紧张哭了 又表白了一次,他心里恐怕乐得在炸烟花,但表面上很平静,缓缓开口定规矩,百事宣言 你们体会一下,很霸道很强势 二天还写花语在公开培训上聊琪琪,又骗了琪琪的一波娇羞情话 这样的套路总裁,真的很犯规啊 此刻的我们都是坐在下面听白总讲课的学员,被塞了一嘴甜甜的狗粮 除了套路多,白总还是个口闲体质的boy,每次关心007,都要嘴硬一把 被拱上热搜的领带扎头发技巧大家应该都看到了,白总聊完就跑 对007说帮他只是因为他代表公司形象,自己是老板要关怀员工 也许是觉得这招好用了,白总又来了一次,送人回家也要找这种借口 后来因为意外大火白海童年阴影爆发,狠心拒绝了琪琪 但人不能骗自己一辈子啊,看到琪琪摔倒,白海第一时间冲上去公主抱去医院 但他万万没想到,被自己套路了那么久的琪琪这次反套路了,破在他身上的只是红酒 体会一下琪琪同学的憋笑脸和白总裁的紧张脸 聪明如奇迹已经get到了白总的心思,暮色接下来倒追势头更梦烈,你看,Flag已经立下了 可以说,套路总裁遇到这样的元气少女算是绝配了 内心有创伤后痍的白海,也正需要热情开朗永远不放弃的琪琪来治愈 这样看,白海爱上琪琪更加顺理成章 只是期待接下来不要再虐了,套路总裁赶紧认清自己的真心吧 毕竟骗了上雨琪那么多次表白,也总要还一次吧 在线等了 《1001夜》末南竟是商业间谍,现实中的末南更是厉害了 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中,《1001夜》绝对算得上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剧了 有当《红小声》迪丽热巴、登伦的《亲情》演出,截止至7月12日,上线16天,全网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34.1亿 该剧讲述了《梦想》成为《花艺师007》与《花艺大师白海》共同追求真爱与梦想的故事 由迪丽热巴、登伦、祝许丹、陈一龙、张浩伟等主演 当大家关注于《007》用不言气的《求爱精神》 白海将他拒之千里之外又时常露出超激素的微笑时 又谁注意到了《莫南》这个角色呢? 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个与《007》、陆宝妮不大不相识 后来关系好到与姐妹相称的《莫南》,竟然是竞争公司创想派来的商业间谍 后来情不自已喜欢的《007》,谁料到被万人追捧的陆宝妮竟然喜欢上莫南 三人最后的结果到底何去何从呢? 而莫南会因为复仇,而毁掉三个人的关系吗? 这也只能等待电视剧更新告诉我们结果了 剧中的莫南是一个聪明,有商业头脑的大咖 而现实中的莫南更是厉害了 她叫陈丽龙,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班出身 不仅拥有完美181厘米身高,更具有优质偶像的外表以及精湛的演技 能在小姐妹和莫总间切换字如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对于她的脸一定不陌生 不仅拥有完美181厘米身高,更具有优质偶像的外表以及精湛的演技 早前因参加各种比赛而被发掘,2005年参加明星学院比赛获得全国亚军 2007年参加加油!好男儿获得杭州赛区冠军 后宇周东宇,张一山合作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让更多的人熟悉! 你觉得陈丽龙的演技如何?